对一篇好的文章来说 所谓真性情极好文章 而对一场演讲而言 能发乎至情至性 来诉说这切身的生命体验 是最能感动人心 也最叫人百听不厌了 聆听林静霞老师的演讲 几乎从头到尾 都有着真心的体验 她讲出来的 都是她亲身走过来的经验坛 这些经验从残缺到圆满 从苦涩到喜乐 有着林老师用心学习调整 一部一脚印的成长足迹 聆听那步伐的声音 又是如此的真诚坦率 令人闻之动容 加上林老师多年来 主持电台及资商辅导的经验 老师的演说 总是处处流露着 对人的关怀与解决问题的智慧 这些爱心和智慧 在清凉音为老师规划的 开启爱的能量系列演讲中 您将一览无遗 有一天我要到淡水去演讲 在座各位你们如果去台北 搭捷运到淡水是很美的地方 现在有淡水 有那个捷运 去淡水多么的方便 因为我上课的时间是九点 所以我大概八点左右 我就下楼 我在招揽计程车 那个时候的计程车 不像我们现在直接就可以开门 那个时候计程车还是 那个问奖 右边有一个控制的把守 他一开后面的门 才能够怎么样 乘客进出 这个问奖不是开门 他是开车窗 开了车窗他问我说 小姐你要去台北 我跟他讲淡水 他说淡水 你淡水要去台北 我就跟他讲淡水国小 他说思维了几秒钟 上来他就右手把那个把守一按 然后后门就开了 我就上去 我有个好奇 我就问奖 你是不是聚在短程 他说不是不是 我昨天晚上就出来招插 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八点了 他说我要回去休息 他说他家住士林 我是从复兴北路叫车 他说家住士林就是顺道 刚好他 他说这样 这个是长城的 我再探一个旅客的车支 我再回家 我说那我了解 他说他昨天晚上就出来招车 然后一上车 他就问我说 你是淡水国后的老师 我必须要厘清一下 各位在座朋友 你们有没有你们的小朋友读小学 小学几点就出门了呢 差不多七点了 我这个老师八点出门 领公车薪水也是在混的 所以我必须要厘清一下 我说我不是淡水国小的老师 我是硬邀去演讲的讲师 他说 你不是专家吗 我说不敢当 因为我本身学教育 要去跟一些家长分享有关 养儿与女的经验 他说我可以请教你吗 这个问讲就很箭谈了 我说我们在车上大家聊一聊 不要说请教 我们大家经验分享 他说我有细意义啊 三个女儿已经出嫁了 最小的这个是儿子 二十出头了 就不要太多了 现在你做黑手的啦 我跟他有沟没通啊 我就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说 我说话今天都不想听嘛 那我回到家 看着我好像没看到鬼了 我就不跟他讲话 我就说那他不跟你讲话 你平常有没有跟他说什么话呢 他说想一想说有有有 前两天哦 我回到家看他在那里看电视 就聊天了又喝口啦 他就抱怨说 他的孩子看电视已经怎么样 费电了还喝可乐 朋友们 如果你们听到这样的 问讲的声音 你们不晓得怎么接话 如果你说啊 问讲 你会不会开开了啦 看电视是现在剖片 有没有一般家庭啊 喝口啦 一罐口啦 这么多个钱 当然啊 你骂他 他一定会不跟你说话啊 如果我这样讲 我下面精彩故事都听不到了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一定要先打开耳朵 我们不要用我们的主观判断 你才能够真正在人的关系 有一道桥梁可以通 那个时候呢 我就这样讲 我说 问讲 听起来好像你比较缺 你东西是比较浪费 老师你了解我 他就继续说 我穿这件T恤 这50块而已 那天我看他 下班回来 手上有一个手提袋 我问他说 是不是买衣服 我说是啊 你买什么衣服 买衬衫 你不是还有衬衫吗 那就继续了 你买多少 39而已而已 孩子说39而已而已 这个问讲 老师 39而已而已 我50块 他的39还而已而已 有没有 他就抱怨哦 这第二个抱怨 我都是听哦 第三个抱怨 我跟我太太 不管是谁先起床 一定在那个浴室 浴缸啊 水龙头一打开 小小的水滴 滴到那个浴缸 当浴缸满了 我跟我太太进浴室 一定是用水瓢去摇水 我跟我的孩子 不少讲了几百次 她就是不听 每次进浴室 就用那个抽水马桶一按 一次用好多水 老师说你看有浪费吗 你看哦 告这个状 再继续哦 还有在告状哦 现在一孤月贪三万通宝 这么高两万块 他母子而已而已 在座朋友 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在工作了 有没有已经 你的孩子在工作了 让我看一下 有吗 都还没有 那表示你们孩子都很年轻 你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孩子 现在已经上班 他赚三万来块 一个月交给你两万块的孝亲金 你会说什么来 朋友你会说什么 你会说谢谢对不对 哇 李师太怎么样 好孝顺哦 谢谢你 上班很辛苦 谢谢你 你看你的孩子信心 是不是越来越高 你给他鼓励了嘛 他就抱怨 抱怨说只有交给他妈妈两万块 我就问 我问说那你猜 他一万来块用在哪里 我问这个问奖去猜猜他的儿子 他说搭个公车嘛 跟他带便当 他就不带嘛 那还怎么 带女朋友去看电影啊 朋友二十来岁了 一个月一万来块的消费 他有很多的抱怨 他一路就是这样抱怨抱怨 我就聆听 就好像我等一下 整场演讲 我会跟各位分享很多的故事 我一路都跟这个问奖 分享很多的故事 到了淡水国小跳三百二十块 我拿四百块给他 这个问奖说老师不用 一路你给我指账 我知道有什么我们的儿子 有带勾啦 因为我头痛苦你一会死 然后他说 他的脑筋怎么打结了 所以难怪我跟我孩子有勾没通过 为了要感谢你 所以车之免了 如果我是一个不上道的乘客 他说免我就不给 我有一个相信 当我前脚一下车 他下一刻马上反悔 我相信他反悔的理由 是因为 他的孩子看电视 就聊电子又喝口了 三百二十块车之 不拿白不拿 所以当然我也不能说 就不给 我说谢谢你的好意 车之还是要拿 因为你要时间 要有钱 我感恩你 你的善意我收了 他就这样 哎呦 阿姨不好意思 阿姨贪财 然后结果拿三百块 一百块还给我 多少钱没拿 二十块没拿 那二十块对他来讲 是对我 我觉得是很大的恩典 一罐可乐多少钱 二十块啊对不对 居然二十块 discount就没有拿 我那二十块 我就说 因为恭敬不如从命 我就说 那我讲谢谢你 当我要下车的时候 他说 老师你有时间吗 我实在很想要听你的演讲 但是 我因为有时间的压力 我想要过来 说一件事 我说我还有十五分钟 我说您想要说什么呢 我就还在车上 他说 老师我坦白说 我不是没钱呢 我这台车车 我开了暗时了 那时候将近八点的时候 他要回去 吃个早点 洗完澡 他要休息 这部车 由他的太太 去开白天的 你说一部车的经济效益高 还是低呢 相当高 对不对 再加上他说 我有中共有被动处在出租 有十台车车在出租 你看 这样的故事 我们要学习什么 我绝对不是在数落这个问奖的 不是 因为这个问奖 在他的过去的成长背景 他是很节约的 他告诉我说 你二十岁要不要做兵就结婚了 去做兵的时候 他们母亲老大女儿 他当完兵呢 夫妻就到台北来 就在那个台北桥下当昆缸 以前台北桥下 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就是如果你们需要工人 就去台北桥下 讲好价码 case by case 看一天多少钱 他说跟他母亲就是去做困工 他如果有钱就去买房就去买车 你说 他这种理财的 这种节约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赞美的 你们同意吗 可是我要说的是 最让我学习比较大的一点 是我们作为父母的常常把背景带到前景来的 所谓的背景就是我们过去生活的经验 那个背景不一定符合前景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孩子 跟我们过去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我们如果依然坚持我们过去的认为 极可能就跟我们孩子有代沟 我们没有办法靠近他的心 这是